29日深夜23時36分 本分局草南派出所接獲報案 在陽梅區新興街一處三樓民宅內有酒後糾紛 原警到場發現住在房間內 兩名越南籍男女倒握雪坡中 經相閥隊將兩人送醫 女子因傷重宣告不治 而男子則由同仁介護就醫 同仁在房間內床上發現一把帶雪水果刀 全案上代男子喪失穩定後進一步釐清